另一起案情 男高中生遗遭虐杀案 章话地检署今天提讯日月民工创办人陈巧明 他含冤说自己是受害者 陈巧明部下囚车进入侦查庭前大声含冤 表示他是受害者 而詹姓高中生也就是死者的妈妈黄芬 却则是全盘说出了儿子被囚禁跟灵虐的过程 前方也已经大致厘清案情